关于巫统跟伊斯兰党要结婚啦 还是已经结婚啦 可是他们结婚的过程中 在国伟的眼中 今天出现了一顶绿帽 我好奇耶 讲到绿帽就大家很敏感啊 我们请教一下国伟这个绿帽从哪里来 就像刚刚两位说到了 巫统跟伊斯党的这个所谓的联婚 当然说算不算正式的结婚呢 刚才说法会不一样 但很肯定的是两个人确实是牵手了 OKOK 这个形容可以 这个形容可以 你看为整个马来西亚政治史的发展的话 你今天看到说巫统跟这个伊党呢 牵手在一起 老实说是一个所谓政治的黑色幽默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巫统跟伊党之间呢 两个人是相爱又相杀 因为他们都不是属于马来人的一个政党 然后呢两个人 他们都是属于共同一个基本盘 在过去呢都是属于争锋相对的一个政治对手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伊党也算是从巫统里面分裂出来的 所以你看回说当时候整个发展的话 巫统在他创立后不久 内部就开始分裂 所以伊党呢 他的全身确实是从巫统里面 一些比较主张政治的这些人士 他们就脱离巫统之后 所以他创立了这个伊党 但是当时候呢是叫做犯马回教党 在后来才改名成为这个伊党 不过当然我们以前是叫他回教党 他后来要我们大家称他为伊斯兰党 但是过去呢我们习惯都叫他回教党 所以两个人呢 这两个党原本就属于同中同缘 那而且他们曾经还有一段姻缘 哎姻缘不说 我不说渊源而是说是姻缘 是的 也就是说他们曾经也结过婚 就是在国阵在七十年代刚创立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邀请伊党一起加入国阵 这就是为什么纳吉说 今天巫医联盟或者说结婚的话 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大 他说以前都有啊 为什么不见你们吵 但是他没告诉你的就是说 当时候的国阵跟今天的国阵呢 是不能够相提并论 因为当时候的国阵里面成员党越多 而且整个势力也大 所以他不会说像今天 巫统跟伊党两个结盟在一起之后呢 是相当就变成是完全的单元 在当年呢 伊党即使加入国阵 他是整体而言还是属于是多元的 而且当时候的伊党呢 他其实走的路线呢 他不完全是宗教路线 他其实开始走的时候 也是走民族主义路线 就是说是跟巫统一样的 所以当时候你不会觉得说 他这个宗教色彩特别的浓厚 可是这个情况在八十年代以后改变了 因为伊党后来跟巫统闹翻了嘛 他就退出国阵 而退出国阵的时候呢 他整个势力就开始下跌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也是非常戚戚惨惨的 一直到九零年 九零年大选的时候 因为当时候他面对的是 巫统内部的分裂 马来票的一个大分裂 所以当时候呢 伊党呢 他结合了其他的反对党 包括当时候的四六金神 这是从巫统里面又在分裂出来的 还有帮助这个行动党 他们合作 所以伊党在1990年大选的时候 就取得大突破 重新拿回这个基兰丹的州政权 再来呢 就是1999年的大选 99年大选 我相信大家记忆还是非常深刻 当时候同样的也是巫统的内部分裂 马来票的大分裂 所以他当时呢 是跟这个公正党 还有包括行动党 这几个大的政党呢 他们又在合作组成了替政 所以你看到了 每当巫统内部分裂 马来票大分裂的时候 他都会是伊党壮大的一个时机 而且刚提到在80年代之后呢 伊党开始尝试走宗教路线 所以90年的大选跟99年的大选 他发现到 我走一条跟巫统不太一样的路 他主张的是民族主义 以民族主义为主 以宗教为辅 而我伊党 我打的是以宗教为主 民族主义放在后头 而我发现这条路走得不错 收获也多 所以他就更加坚定的是走这个路线 所以你看到伊党呢 从90年代他执政单州开始呢 他其实都一直在打的 就是走这个回教化政策 包括他提出的是回教国这些种种 我打的 我打的